按下去 按下去 不是Motion按下去 好 現在我錯打一筆啦 錯打一筆 我要刪要怎麼刪 今天我要刪就是 到File這邊 不是File 到Program這邊 如果你現在只在你的這一行上面的話 你這邊有一個Delete可以選 選Delete 好 然後他就問你是不是要刪掉這一行 然後你就按Yes 那這一行就不見了 當然你也可以用倒退鍵去把它刪掉 這些都可以 就跟你用電腦一樣 好我們再來動第三個 你說第三點 弄到這邊 我 這樣子 對 好 Motion按下去 按OK 好 好啦 那你現在所有的都出來了嗎 我們就動這三個 剛開始先回原點 動到P1 動到P2 然後動到P4 後來回指定點 整個程式就是這樣 好 那現在開始要執行程式 好 我們先來試試看 後面白板鍵先按著 好 讓這個變成綠色了 然後我們就按這顆 這顆是程式往前執行 好 那我先按喔 那它就開始動了 然後我們就按這顆 現在這個是編輯模式 現在這個是編輯模式 我們要先關掉 我現在小時候關掉 Close 這裡可以Close 好 那程式就寫入了 Bucca Test 那這次我沒有Enter去開它 這個開了 等一下就是直接執行 好 這裡白板鍵按 好 主要你看到這一顆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是不是 現在是不是可以執行程式的狀態 嗯 這個R的意思 黃色代表現在你在 這個程式的頭 然後黑色代表你現在在程式的尾 就是這個背景喔 現在是黃色的R 等一下會有黑色的R 就是你執行到最後了 嗯 然後如果是綠色就代表它在中間 嗯 它在程式的中間 好 我現在按白板鍵按住 嗯 然後 開始執行 要按走 一直按 加快一點它數 好 這是回原點 嗯 好 通常回原點做你可以幫助 就是 你要再重新按一次它才會進行下面的步驟 其他的都可以直接做 可是 第一行這個回原點這個是 你一回原點它就會先暫停 嗯 然後你就是要再按一次 然後它就開始做下面的事情 你看 你看現在已經執行到最後一行 對 對 然後這顆變黑色 對 就大概這樣 哇 酷 那些很適合 那些是 你要是 都可以做的 對 那些有關